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门研究新冠肺炎数据模型的独立组织公布的最新预测称 如果当局不实施更多地区性防疫限制措施 到9月份BC省单日新增确诊人数将再次飙升至1000例或以上 住院及需要入住ICU人数都将激增 参与研究的温哥华UBC动物学教授Sarah Otto博士表示 Delta病种病毒在接种率较低地区迅速传播 因此BC省已经进入第四波疫情 首席卫生官亨利医生在被问及上述独立疫情建模结果时表示 据我们所知 疫苗对Delta变异株仍然非常有效 住院人数正在降低 但Dr.Sarah Otto博士表示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更易传播更毒的新冠变异 导致患者住院的速度是之前的两倍 除非现在就采取有效措施和行动 否则预计到8月底 住院率和重症率将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 根据BC省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 7月最后一周确诊的新冠病例 有95%都属于Delta变种病毒 今年3月到6月之间 Alpha和Gamma变种病毒分别占省内病例的40%到50% 但在7月的最后一周 这两种病毒分别只占病例的2%和3% Delta变种病毒已经成为了影响BC省的主要病毒 美国的病毒数据表明 Delta病毒传染性有可能向水痘传播范围广泛 并可在人群之间交叉传播 对于普通新冠病毒和以前几种变异毒株 70%到80%的接种率就可以实现群体免疫 但对于传播力大增的Delta毒株 专家认为83.3%以上的接种率才能实现群体免疫 上周五8月6日 BC省一日新增464例新冠确诊 再创近两个多月以来单日新高 在过去的三天 BC省录得1079宗新增新型冠状病毒个案 其中8月6日到7日之间422宗新个案 8月7日到8月8日364宗新个案 8月8日到9日293宗新个案 离温哥华400多公里的BC省疫情重灾区奥格纳根中部 已经实施熔断措施 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强制佩戴口罩 饭店每桌最多6人 酒类服务将在晚上10点关门 夜总会及酒吧停业 健身设施关闭 度假屋及船屋将仅限于居住者及5名旅客等等 Dr. Sarah Otto表示 已经在奥克纳根中部看到高感染率 大约是每10万人中有44人感染 她认为 卫生当局应该要在疫情严重的 其他感染率高的地区实施类似防疫限制 温哥华传染病中心医学总监 Brian Conway也表示 BC省未来将继续激增新冠病例 为此需要实施公共卫生措施 针对个别地区疫情 而不能单靠疫苗接种 她相信 随着BC省继续重开 新增病例持续上升 但是她有信心 BC省能够减少疫情影响 她认为 民众要明白 目前已经到了要与新冠疫情共处的地步 Sarah Otto则表示 对于Delta变种病毒 群体免疫无法再保护未接种疫苗的民众 唯一一个保护方法就是接种疫苗 她呼吁民众恢复基本个人卫生措施 例如保持距离 缩小社交圈 佩戴口罩等等 BC省四阶段重启计划将于9月7日进入最后阶段 届时将取消大部分现行的防疫限制 亨利也不排除做出更多基于地区的限制 亨利表示 目前BC省正在采取必须的措施 来应对当下的疫情状况 并将继续这样做 此外 亨利也改变口风 他建议所有人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 但目前还没有将其列为卫生令 华为高管孟晚舟的律师说 对于引渡案中一系列滥用职权的情况 唯一合适的补救办法是暂缓诉讼 辩护律师托尼·帕萨纳敦促 BC省最高法院审理此案的法官 将这四种被指控的滥用程序 视为同一棵树的分支 并评估其累计影响 据孟晚舟的律师团队称 这些滥用程序的行为 从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被审问和逮捕的方式 到时任美国总统川普说 如果对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有利 他将干预他的案件的言论 孟晚舟于2018年12月 依美国的要求被捕 被指控犯有银行欺诈罪 但她和华为都否认指控 她被指控在华为控制的另一家 在伊朗做生意公司的问题上撒谎 是国际银行汇丰银行 面临违反美国制裁的风险 对于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声称 加拿大总检察长的律师 否认了发生任何滥用程序的行为 并指责孟晚舟的律师 试图将她的引渡案变成一场审判 法院上周听取了 关于最终可能滥用职权的辩论 在进入孟晚舟的实际引渡听证会之前 法庭正在听取双方关于解决方法的意见 听证会预计将于8月20日结束 因为疫情 加拿大很多有网上办公条件的公司 不得不实施在家办公 而没有条件的公司就面临 市庭工倒闭的局面 这导致加拿大的失业率猛增 不过随着疫苗的普及 慢慢地出现了好转 根据CIC News 加拿大7月份增加了94,000个工作岗位 比2020年2月的水平低1.3% 增加主要集中在全职工作中 特别是在服务行业 失业率降至7.5% 与3月份的失业率持平 7月 新移民的就业率高达69.1% 比6月上升一个百分点 再来 加拿大超过5年的移民中 7月份的就业率为58.1% 与6月份相比下降了一个百分点 20%的加拿大人宁愿辞职 不愿回办公室办公 随着加拿大疫苗的普及 很多公司也在计划让员工回归办公室上班 但是经过了一年半的居家办公 很多加拿大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办公方式 面对回归办公室觉得 他们大呼 宁愿辞职 也不愿回去上班 根据民意调查 19%的人表示 如果他们需要回办公室 会马上辞职或找份新工作 25%则表示 会回到办公室 但会开始寻找新职位 还有39%会同意回到办公室 对于目前很多员工来说 都希望能够混合工作安排 加拿大猎头公司负责人说 51%的人希望采用混合型办公方式 他们认为 在办公室工作当然有一些好处 但也有一些人欣赏在家工作的好处 滑铁炉地区的公司Communitech表示 他们将在员工今年秋天重返办公室时 为他们提供灵活性 在家办公 员工的生产力处于相同或更高的水平 在过去16个月里 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的确在家办公避免了外出通勤 减少了不必要的外出 对于疫情防护还是有很大的益处 还有在家办公 时间和空间的自由度也会比较高一点 但是对于公司来说 虚假办公 员工的工作效率就会大大下降 这点上不如在办公室 而且在工作当中的沟通和对接工作 办公室也完胜居家办公 对于回归办公室 还是居家办公这个问题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是怎么看待的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刚刚过去的周末 BC省天气凉爽 伴随着一轮降雨 生活情况有所好转 大温居民也感到神清气爽 松了一口气 然而根据蹊跷员预测 BC省内陆以及南部 将成为炎热及干燥的天气 尽管截至今天上午 加拿大环境部尚未针对BC省 发布任何与高温相关的天气警告 但根据News1130气象员 Michael Cass预计 沿岸地区周六至周四 将会出现炎热天气 星期五至星期日 内陆地区日间气温就高达30到35度 未来几天 一股强大的高气压将在北美西部形成 高气压的上层风际 将在太平洋东部上空停留 给加拿大西部的部分地区 带来另一场极端高温 热浪将于明天开始在加拿大西部蔓延 之后气温将不断攀升 预计到本周四 热浪将达到顶峰 到本周四 温哥华预计气温将达到摄氏30度以上 体感将达到39度 而大温靠近内陆的地区将更惨 Apsford将达38度 体感43度 而内陆地区普遍会变得更热 本周四的气温可能高达摄氏35度 当局预测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可能会达到摄氏37度 同时 The Weather Network表示 这轮热浪并不会像6月下旬 看到的破纪录高温那么厉害 6月份 利顿村庄被毁灾摧毁之前 连续几天打破最高高温记录 当时温度达到摄氏38度 BC省猝死人数是同期平均水平的4倍 然而 即将到来的这轮热浪 也已经足够让人感到不适 并对弱势群体造成健康威胁 大家可以选择到各个地区开放的避暑场所 例如图书馆 市区中心等地方避暑 可以享受免费WiFi加空调 加拿大环境部表示 烟埋尤其会影响儿童 老人 患有心血管和肺部疾病的人 因此建议这些人 避免在户外进行剧烈活动 直到烟埋警告解除为止 人们可能出现的症状 包括异常的咳嗽 喉咙痛 头痛和呼吸急促 过去周末的降雨 让消防员得以进入之前 被视为不安全的区域 扑救火灾 山火的烟埋减少 加拿大环境部表示 预计未来几天 许多地区的空气质量将有所改善 但是BC山火服务处发言人 Forest Tower表示 即将到来的相对低的湿度 以及高温将令山火恢复增长速度 根据BC山火服务的数字 截至今日早上 BC省仍然有272宗活跃山火 当中138宗仍未受控 31宗被列为可能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 其中191宗由雷击引致 18宗仍未导致 63宗不清楚起因 而截至昨日 当局发出66个疏散命令 影响6592户居民 另外当局发出106个疏散预警 32531户居民需要随时准备撤离 自4月1日进入山火季节以来 全省已经发生了1447宗山火 超过644,420公顷土地遭到焚毁 3583名消防员正在各地破灭山火 输动214架飞机在空中支援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